請訂閱 請訂閱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優勢Bakery的陳耀迅 接下來我們要製作的是利用阿拉Soft奶油 所要製作的一款磅蛋糕奶油蛋糕 那現在呢我們先加入阿拉的Soft奶油 那這其實也是我們從冷藏的狀態直接拿出來去做一個分割 分割成塊狀 然後我們加入砂糖 鹽巴 那我們就先把奶油做一個打發的動作 我們先用易速讓糖跟鹽巴跟奶油做融合 那我們再轉快速讓它打發 因為如果一開始我們的速度太快的話 我們的材料很容易就噴飛出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阿拉Soft奶油的狀態 其實不需要退冰我們直接去做一個攪拌 它的軟硬度其實就非常的適合 直接可以製作 那現在我們就稍微讓奶油打發之後 我們再來加入我們的雞蛋的部分 那我們把奶油打發到 稍微有點乳白色的這個狀態呢 我們就可以依序的加入雞蛋的部分 那我們先把 攪拌缸的周圍稍微刮缸一下 那我們用低速的這個狀態 我們來依序加入我們的雞蛋 那雞蛋的部分呢 我們有稍微打散 然後回溫大概到30度以上 那我們大概分5-6次加入雞蛋的部分 那每一次的加入我們要確實 剛用雞蛋跟奶油融合之後 我們再進行第二次 那加入雞蛋的時機呢 其實我們不需要刻意的去停留 只要看到雞蛋蛋液的部分跟奶油 它有稍微融合我們就可以依序再加入 那我們現在加入最後一次的蛋液 那加完蛋液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緊接著把麵粉 也加入攪拌缸當中一起攪拌 粉類的部分它有高筋麵粉 低筋麵粉跟玉米粉 還有泡打粉 那麵粉加入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需要注意它 材料不會噴飛出來 那就可以依序 慢慢的把麵粉全部加到麵糊裡面 那麵粉跟麵糊稍微融合之後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們用手動的方式 把它的麵粉 跟麵糊再稍微攪拌得更均勻一點 那麵粉的攪拌 我們只要攪拌到沒有粉的顆粒狀 跟麵糊有充分的均勻就可以了 那粉類我們攪拌完成之後 我們最後加入這個橘子丁 糖漬橘子丁的部分 我們稍微讓它跟麵糊拌均勻之後 就可以來進行入模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麵糊的填充 那每一個模具呢 我們會秤300公克 那我們利用擠花袋 平均的把模具的底部 先把它擠均勻 那每一個我們秤300公克之後呢 我們再稍微在桌面上把它敲平 那我們的麵糊是可以比較平整工整的 那也把底部的空氣敲打掉 我們全部入模完畢之後 我們稍微把表面抹得平整一點 然後再入乳烤焙 我們可以稍微讓中心點有一點點小小的凹槽 因為我們烤焙的時候 蛋糕它的膨脹會從中心點開始膨脹 好 那我們全部抹完之後 我們就進入到旋風爐去進行一個烤焙 那旋風爐的溫度呢 我們會設定165度 那會烤焙大概20至25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奶油蛋糕再經過25分鐘的烤焙之後 我們現在要把它出爐 那出爐之後呢 我們把奶油蛋糕的部分先脫模 然後等一下再刷上我們的糖水 然後我們把旁邊的烤焙紙撕開 那我們趁出爐的時候 蛋糕還有一點溫度的時候 我們刷上糖水 因為如果奶油蛋糕冷卻之後 我們再刷糖水的話 它的吸收會稍微比較不好一點 就很容易表面會有一層濕濕黏黏的水分 所以我們趁熱的時候刷上糖水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奶油蛋糕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會為大家示範這一款棒蛋糕 最主要是想要藉此去比較 Soft 奶油所製作的棒蛋糕 跟我們天然奶油的棒蛋糕 它的之間的一個差異性 Soft 奶油的一個特性 就是它擁有一個很好的烤焙的一個彈性 所以我們棒蛋糕的膨脹力道 相對它也會很穩定 那當然最主要是 我們今天在操作的時候 大家有看到 我們是直接把奶油從冷藏拿出來 就可以直接去進行一個打發的效果 它不需要再經過一個退冰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子 其實因應不同的季節 不管是夏天或冬天 我們在製作產品上 相對的穩定度都會大大的提升 如果是要不再進行的話 最後一次把電腦放在這裏 就好之後 我記得這個部分 我們會隨便 你會隨便